昨天有一个新闻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 就是2024年1到7月全国各省的财政收支 除了上海的其他省全都是赤字 当然如果你一直关心中国经济 这个情况其实并不是一个新情况了 中国财政收支除了上海以外 各地全是赤字 其实从2020年开始 这个数据就一直受到大家关注 每年的数据都没有任何的意外 除了上海其他全国各省财政全是赤字 那么这个赤字呢 如果只是说赤字已经不算新闻了 但新闻呢 其实这次赤字规模真的有点大 以后我后来给大家细讲 这个赤字规模有多大 但昨天新闻里面呢 有一个评论也是很不准确的 很多评论都说 中国财政部自5月份公布财政收支之后 便没有再更新月度的财政收支情况了 这个如果真的发生是超大新闻 因为中国一直在减少各种财政数据 不止财政数据 各种经济数据的公布 包括现在股票北向资金的 这个净流出额已经不公布了 对吧 就是过去几年 中国有上百个各种各样的经济数据 不公布了 但是啊 如果各月财政收支数据不公布 这绝对是天大的新闻了 这就有点像中国不公布GDP一样 对吧 因为财政收支数据是一个太基础 太基础的经济数据了 所以如果这个数据不公布 那绝对是大新闻 所以昨天我看到的时候呢 我也不是很相信 然后我就去查了查了 其实是在公布的 但只是出了一个问题啊 就在财政部的这个财政 这个收支的这个页面之上 它的更新速度就没有更新出来 是9月9号补更新的 但如果你转到一个别的页面 就是各个阅读收支的页面 它还是基本上每个月20多号 或20号左右公布的 所以其实这个数据是在一直公布的 只是在某一个页面之上 它忘灯了而已啊 有两个月忘灯了 当然两个月忘灯这个事呢 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网络的情况 所以我也不好说 这两个月忘灯了和我所看到的 都是20几号公布这个数字 是真是假 因为这是我昨天查的 它有没有可能昨天灯 但在系统内部把那个时间 抽timestamp寄到上个月 和上上个月20多号呢 也是有可能的 但我认为就可能性不大 因为如果啊 过去两个月都没有公布 这个财政收支数据的话 早就被人发现了 这不可能昨天才发现 所以过去两个月 应该还是有这个财政收支数据的 是因为本来这个数据就是做假的嘛 我们一会就来讲做假的痕迹啊 所以它应该没有必要 用不公布的方式来 让这个数据变得不透明 可能性不大 好 我们就来看看 中国财政收支的情况是什么样 以及啊 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什么方法来解决 透明查史是每周一 三四 早上上海时间八点的新闻评论节目 有直播也有录播 我们每期针对一个话题进行新闻的探讨 欢迎大家 大家好 今天是9月11日 欢迎来到透明查史饮查 那首先呢 可以说说关注这个中国财政的问题是什么 之前啊 我一直有一个论调 包括在我那个书里面我也写啊 中国这个国家真正的生命线是财政收支 因为我们说这是个帝国体制 对吧 这个帝国体制呢 有真国民与假国民 真正的国民呢 是吃这个财政饭的 假国民呢 是我们这些不吃财政饭的 那不吃财政饭的呢 你的收入啊 你的权益啊 就是可以无限的削减 但是呢 一个国家的统治 还是需要一部分人作为统治 他的基础 作为他的统治基础的 很多人会说啊 这个统治基础就是警察和军人 这个是做不到的 一个现代国家 只把警察和军人的收入保持 其他所有人都入不敷出 以这个纯暴力方式统治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如果做纯暴力方式统治 是绝对维持不了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和这么大的经济基本盘的 所以我觉得那种评价方式 是一种比较 这个相对情绪化的应对方式 所以中国真正的生命 现在就是财政 以及受到财政过养的 1.2亿人 这个数字可不小了啊 全中国14亿人 接近10% 1.2亿是财政过养人群 那么财政过养人群 能不能得到稳定的收入 和稳定的经济发展 其实呢 这个是中国真正的生命线 所以说关注中国的财政收入 和财政压力 其实就是在关注 这条真正的生命线 那么整个财政压力呢 是非常大的 大家都知道 其中最大的压力 就是卖地收入减少 对吧 因为中国过去 地方财政收入有一半 甚至一半以上 是土地出让金收入 但土地出让金收入了 连年以20%的速度下跌 因为房地产的崩溃嘛 所以房地产崩溃 我认为对中国造成的最大问题 一个是债务问题 一个呢 就是这个地方财政收入的问题 这个地方财政收入呢 就会导致赤字加大 第一方面呢 是卖地收入减少 这个是一部分很严峻的 第二部分呢 就是税收其实也在减少 随着经济的下滑 税收种类 各个税务 就是比较主要的税 像增资税啊 企业所的税啊 个人所的税啊 这几个都是大税种 这几个大税种呢 都是在往下跌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也会对财政的压力加大 那么2024年呢 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啊 是超过10万亿的 这是个非常大的数字啊 也是连续两年 超过10万亿 2023年就超过了10万亿 2024年呢 也超过了10万亿 转移支付 就是中央给各个地方政府 补的钱 就这么一笔钱 这个转移支付10万亿 能不能填中国的窟窿呢 应该是填不上 因为呢 1到7月啊 我们现在核算出来的财政收支 赤字就是5.7万亿了 所以全年的数字应该比这个大 我们到各个省来看啊 各个省的收支差异其实是更大 在2024年的预算里面啊 转移支付 比如说四川省 转移支付是6184亿 但1到7月份 四川的财政收支缺口是4130亿 全年是6184亿 现在已经是4130亿了 所以说这个数字很快就会耗光 全年的这个转移支付 当然啊 我必须说一个情况 转移支付额 比这个财政收支额大 是正常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上海的这个财政是正的 对吧 但上海也会拿转移支付 所以转移支付本来就应该 比你的收支缺口要大 就是因为上海 你要给中央交很多税嘛 中央也会给你返很多税 所以上海也是有转移支付额的 所以从这个看起来呢 缺口就更大了 因为转移支付额 应该比你这个省的财政缺口 要大才对 对吧 因为每个省都是有财政上缴 不会因为你有这个财政缺口 你的财政就不上缴 所以说你最后收到的转移支付 应该等于你的财政缺口 加上你的上缴转移支付的部分 才可以 所以四川呢 现在是转移支付 今年的总额6184 财政缺口引到4130 这个已经因为刚刚过去七个月 河南呢 转移支付5335 它的财政缺口3689 其他省 湖南湖北河北 我就不念了 因为这是个音频节目 数字大家也记不住 但大家知道一个数就行了 就是现在已经出现的财政缺口 是远远大于 现在这个转移支付 就今年转移支付 预算值的七分之十二的 就是远远大于这个数的 好 那刚才我们念的五个省呢 就是五个财政缺口最大的省 四川 河南 湖南 湖北 河北 当然 他们的特点呢 就是人口大省 当然 另外的人口大省 像山东啊 财政缺口没有这么大 甚至山东的这个收入水平 和经济发展水平 可能比这几个省要好一点 所以这几个省呢 可能就是本身 他们的人口负担就要重一点 四川 河南 湖南 湖北 河北 他们的转移支付压力 和财政缺口压力是最大的 那么有人核算啊 在今年的预算之上 广义的财政缺口有多少钱呢 广义的财政缺口 已经达到了1.8万亿 也就是说 今年所有转移支付 是填不上地方的窟窿的 差1.8万亿 1.8万亿 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去年的中国的 特别新增的国债是1万亿 所以今年呢 也是安排了1万亿 但是很可能会继续增加 才可能填得上这个窟窿 当然继续增加这事 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好 这是这个地方转移支付 压力增加 财政缺口增大 确实是一个 特别特别大的数字 那么第二个大家关心 就是现在非税收入 到底有多少 因为非税收入增长很快啊 每年都以10%的速度在增长 在其他税收在下降的时候呢 它在增长 那非税收入 大家也知道啊 这部分跟恒征暴敛 关系比较近 因为这部分呢 主要就是一些罚款啊 等等的 那么这部分收入增加 只是很多的 非税收入 我觉得要看一个数 就是它占税收的比重是多少 比如非税收入 虽然增长快 但是占税收的比重 也只有一点点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必引发担心 因为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呢 其实政府也不会 花很大的力量在它之上 因为本身它就是 虽然说这个苍蝇团也是肉啊 但本身并不重要 但很可惜啊 现在非税收入 占税收的比重 已经很高了 随着这两年啊 普通税收下降 非税收入快速上涨 非税收入占税收的比重 已经从2021年的15.6% 就那会儿啊 2021年啊 越早的话会越少 我们就看2020年啊 占15.6% 到2024年 今年啊 已经能够占税收的 21.9%了 接近22% 请注意啊 这个还没有完全 反映出真实的情况 因为非税收入 主要是个地方收入 中央罚款是罚的不多的 这个所谓的 非税收入部分 主要就是一个地方收入 但是我们说 占税收比重啊 这个税收呢 是中央地方 包在一起的税收 所以说实际比例 我们应该看 非税收入 要占地方税收的比例 是多少 这个比例呢 几乎可以翻倍 因为啊 中央税收 很多是中央独享税 很多央地共享税呢 这个分配比例 也是5比5或6比4 所以实际上 在整个税收盘子里面 地方税收 应该要占 整个税收盘子的50% 甚至要再低一点点 我们就比较保守的算 按50%算 如果按50%算的话 非税收入 占税收的比重 已经到44% 已经快接近一半了 什么意思 这是个非常可观的收入 你看啊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税收部分 是一个大的盘子 这个盘子的比例在下降 那非税收入呢 已经占到前面这个蛋糕的 一半了 接近44% 而且呢 每年以10%的方式上涨 所以说 对于地方填满地方财政窟窿 非税收入 已经是一个可行的方式了 如果它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它就会是一个各地 去下重手去解决的方式 就按照之前封城的说法 手势就会很重 而且啊 这个这部分的非税收入的增长 会让之前我们想弥补地方 财政亏空的一个方法 就是消费税变得无足轻重 就是因为非税收入额度太高了 已经远远比消费税高了 现在消费税呢 是中央独享税 未来呢 想变成这个央地共享税 我们就算它变成央地共享税 五五分 现在啊 就今年一到七月 非税收入是消费税的百分之一百四 就是消费税的一倍还要多 就算央地共享税五五分啊 所以现在地方能够分到的消费税的额度 只有非税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说 你拿到这个新蛋糕 是你自己可以创造这个蛋糕的五分之一 而且啊 非税收入别忘了 还是每年都能以两位数增长的一个收入 而消费税呢 其实还是下降的 所以从这个情况之上 让这个消费税来补地方财政亏空 显得呢 有点这个比较难啊 有点杯水车薪 所以地方呢 可能还是会按照非税收入来调整 而且啊 我还必须提示一个情况 现在非税收入的额度啊 我认为都已经是调整之后的 实际非税收入额度会比这个高 怎么调整呢 我认为调整方式很简单 就是你把非税收入里面补税的部分 把它平衡到税收里面去 比如说啊 你这个非税收入是靠这个税务罚款 和这个税务补缴来完成的 你不进入非税收入 你把它进入到 比如说你全部寄到增值税里面 就可以增加增值税的数 让数字变得好看一点 好 从这里呢 我们话题啊 就可以转到作账上面来了 就是中国啊 我们之前说过 中国有一些经济数据 是相对来讲比较透明 比较可信的 那财政数据可不可信呢 我认为财政数据 总量和趋势相对可信 但细项一点都不可信 好 我们就来看啊 首先呢 这个财政数据公布 如果大家看过的话 大家就会知道 财政数据的公布 是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财政公布 从来不公布阅读数据 它只公布一到 比如说 一月份公布一月份的 二月份公布一到二月的 三月份公布一到三月的 所以它做同比数据对比 就是今年的一到三月 比去年的一到三月 它从来不用今年的三月 去比去年的三月 它也没有环比数据 它不用今年的三月 去对比今年的二月 所以说 财政数据从来不公布阅读数据 只公布一到几月 一到几月的数据 当然啊 如果你想获得阅读数据 也很简单 你自己去减嘛 你自己拿一到七月的数据 去减一到六月的数据 就减出了七月份的数据 对吧 但是你说 它为什么不直接公布阅读数据呢 也本来它是按月统计的 这个呢 就可以让做数据的痕迹 和季节性不要那么明显 因为这就说明啊 财政需要大量的做数据 好 我们就来看看财政 为什么需要做数据 以及这个数据是怎么做的 那我自己呢 做了详细的数据统计 发现了一系列的 做数据的痕迹 第一个呢 就是非税收入 所以我敢说啊 非税收入这个数字 绝对是不对的 好 首先啊 大家都知道 非税收入这个事 按理说是应该没有任何规律性的 什么叫规律性呢 比如说个人所得税 这个数字应该是有规律性 对吧 因为个人收入 以及尤其是这个所得税收入啊 就是工资的收入 它是跟工资合同绑定的 它是不会快速上下浮动的 而且个人所得税是按月缴纳的 所以按理说 个人所得税 应该是个每个月规模都比较类似 不会有大幅度上下波动的一个税收收入数据 那么按理说 非税收入是不应该有任何规律的 因为非税收入里面很大部分是罚款 罚款这个事你是没法计划的 很多时候必须出现违法事项 你才罚得出这个款 所以按理说 罚款数据是不应该有规律的 所以如果罚款数据出现出大幅度的规律 就说明会有问题 好我们来看 罚款数据就出现了规律 非税数据不止出现了规律 还出现了非常奇怪的规律 什么规律呢 就是7月份非税收入和6月份非税收入的比值 按理说 在一个月份出现非税收入的数据雷同 就已经是很大的做数据的痕迹了 如果两个数据的环 就是环比数据之比 甚至都是一致的 这就更奇怪了 确实就是一致的 从2021年到2024年 7月非税收入都是6月非税收的48% 就是这么巧 7月非税收入是6月非税收入的一半 而且是48% 但不是exactly48% 48.12% 48.76% 但是都是48% 哇这好奇怪 说明什么呢 说明7月非税收入啊 每次公布的7月非税收入 就是拿6月的非税收入算的 也就是说我们每次公布它 它就是6月非税收入48% 哎 这有意思了 那为什么6月非税收入一定要比7月高呢 这是为什么呢 这有很多原因啊 一会我们会讲 7月份会有些别的税收集中收入 所以7月份这个盘子是可以靠其他税收去集中的 而且6月份大家知道6月份很特殊 6月份是上半年的收官 所以6月份呢 是半年收官 半年收官呢 是要充一波数据的 好 你看啊 我们再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 如果非税收入 它是应该没有规律的 那6月非税收入占前5个月 我们拿6月份跟前5个月比 如果它相对来讲 有一定的大数统计价值的话 它应该占前5个月20%对吧 就一个月跟前5个月比嘛 所以它的非税收入的比例应该到20% 但其实呢 6月非税收入跟前5个月的非税收入比啊 都能够占到30%以上 所以说明 6月份是一个非税收入的大月 那6月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非税收入的大月呢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是每次为了完成半年的税收收入指标 在6月份突击罚款 或者把很多罚款挪到6月份来罚 这是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会计手段 用做数据的方式来做 那我认为呢 这两者同时存在 就6月份突击罚款 来完成上半年的税收指标 肯定是存在的 第二 做数据的痕迹也非常明显 就是每年的7月非税收入 都是6月非税收入48% 这个呢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做数据的痕迹 所以说 非税收入总额是不是这些 以及非税收入 每个月是不是这么多呢 我觉得这个数据可行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认为实际非税收入 很可能会比现在的非税收入高 这个应该是可能的 好 我们再来看其他的这个税收收入的部分 那其他税收收入的部分呢 我认为冲量的痕迹 也非常的明显 对吧 那这个冲量的痕迹非常明显的 我们能看出年度之间差异 刚才我们说 我们只要算出了一个月的 税收收入 或者某个税收的收入 我们可以拿它和过去的月份做比值 这个比值应该是存在一定规律的 对吧 因为这个比值 因为里面很多税收 像增值税啊 个人所的税啊 虽然有季节差异 但这个季节差异在 平均到每一年 应该是比较类似的 所以说 六月税收收入 占前五个月的比例啊 就算它不是20% 因为有季节性的原因 但每年呢 它也应该相对比较类似 但是呢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看整体税收收入啊 六月税收收入 跟前五个月的比值 是越来越低的 从2021年呢 它非常接近 我们说的一个20%的值 我认为20%呢 也是正常值 是19.84% 那从21年开始呢 六月税收收入 占前五个月的比例 稳定下降 每年降降低1% 所以它最后是 19.84 18.10 17.56 16.92 所以说六月份的税收收入 占前五归的比重呢 越来越低 好 这只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呢 说明六月份的税收啊 越来越差 就每年六月稳定的税收 都在变差 我觉得这个有点说不过去的 第二呢 就是税收收入 提前透支的额度 越来越高 就越来越在会计手段上 往前移 大家要知道啊 中国现在越来越需要 把各种经济数据的统计 往前移 为什么呢 就是要营造开门红 对吧 现在你也知道 从2023年啊 疫情后恢复 中国越来越想营造 每年春节之后的开门红 希望啊 春节之后 各个数据一片大好 来让大家相信啊 中国经济不错 所以说 为了营造开门红 三四月数据就要做得好看 为了让三四月数据做得好看呢 哎 你数据也不能编得太厉害 对吧 所以就要从后面往前挪 所以我认为 整个六月份的数据越来越差呢 其实就是因为 为了营造开门红 导致半年红的这个压力啊 变得越来越大 好 我就看啊 这个开门红这个事呢 明不明显 我发现开门红 非常非常明显 为什么明显呢 我们看这个企业所得税啊 企业所得税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税种 我们知道 个人所得税呢 是每个月收 企业所得税呢 是在季度出手 所以企业所得税是 一月四月七月十月 这四个月来收 好 因为四个月来收呢 那这因此 这四个月的企业所得税 税种很增大 那除了这四个月之外 还有一个月的企业所得税会高 就是五月 因为五月份呢 是税务部门啊 针对上年企业所得税的 会缴清算 所以很多企业呢 可能会在五月份去补缴 整个上一年度的企业所得税 所以一四五七十 是企业所得税的一个高征收月度 好 我们就来看啊 我们来看啊 这个六月的税收 占前 我们就看六月的企业所得税 占前五月的比重啊 首先 这个数字应该低 对吧 因为六月份不是企业所得税 征收的大月 而且前一到五个月里面 有两个征收大月 有三个征收大月 分别是一月四月和五月 一季度二季度企业所得税 和五月份来补缴上年度的企业所得税 所以六月份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呢 跟之前比应该低 但是呢 这个数据啊 跟整体税收一样 同样呈现出大幅的下滑 那六月份的解锁的税 占前五月的比重啊 从2021年到2024年 是23221815 你看啊 23221815 六月份的份额啊 越来越低 这里面呢 也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啊 做数据 之前啊 做半年红 现在做开门红 所以很多数据前移 六月份的数据呢 在前面已经用掉了 所以越来越少 同样呢 还有第二个可能 就五月份所得税补缴规模越来越大 为什么六月份占比降的这么快 比整体税收入降的快呢 我认为也是两种都有 第一 做开门红的数据 把后面的数据往前移 第二呢 就是五月份所得税补缴嘛 这个补缴规模越来越大 当然啊 这个就很可怕了 你看啊 今年整体企业所得税是下降的 但是从这个数据上来看 五月份的所得税补缴规模可能在增大 也就是说 我们在加大企业所得税补缴规模的基础之上 今年所得税收入还在下降 就说明如果没有这个增大补缴额 今年企业所得税下降速度还会更快 所以企业所得税呢 也同样存在这个统计学上的逐年占比降低的趋势 那这个逐年占比降低 我们也能看出两个事情 第一 就是做数据的痕迹 做开门红的数据痕迹 第二呢 就是五月份所得税补缴规模可能会越来越大 好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情况 那我们再看看七月就很有意思了 七月份按理说啊 是企业所得税的大月对吧 因为七月份就是缴三季度企业所得税的嘛 那七月份占前六个月的比重呢 应该是相对比较高的啊 那七月份应该是高峰月份 但七月份呢 你看也越来越差 七月份占前六个月企业所得税的比重 从2021年到2024年 是24 23 20 18 越来越低 所以只有两个可能啊 第一要么呢 三季度越来越差 要么呢 七月份的数据啊 挪去充半年红了 我认为这个呢 就是后者的可能性大一点啊 因为七月份所得税数据差 说不上 因为中国现在啊 整个生产环节不行 但消费环节 尤其2023年之后啊 消费环节还上渴 在消费环节上渴的情况之下呢 七月份作为暑假的第一个月啊 应该是一个消费大月 而且七月上面 比八月还两块点呢 所以七月的消费量应该蛮大的 在七月消费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 企业企业所得税大幅下滑的空间 不是特别特别大 所以说 为什么七月这个比例越来越低呢 作为一个企业所得税大月 所以七月的数据挪去充半年数据的 肯定是最大的 所以从这些方面呢 我们都能看出很明显的 这个操作的痕迹 好 其中啊 还包括个人所得税等等啊 也能看出这个操作痕迹 我就不说了 所以说 为什么他们公布数据 从来不公布暗月数据 只公布一到n月的数据呢 就是让这个月度数据的波动 不要太明显 让这个做数据的痕迹 不要太明显 但如果你自己仔细减一减 来做一做比例分析啊 你会发现这个作痕 痕迹是很明显的 所以财政收入并不是一个 特别可信的收入啊 就不能在细节上可信 但整体规律啊 就是他们至少不会 把减少的做成增长 应该不太会啊 就整体规律是可信的 但细节数据是非常不可信的 就像我说的 飞食收入应该比较会高很多 好 从财政收入上呢 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其他的洞察 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洞察 第一个呢 就是股市的成交额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惨淡 大家知道啊 从2023年8月份 这个股市的印花税是减半征收的 以此来作为刺激市场的手段 当时推出的时候啊 还说啊 这个印花税减半 是股市的真正大招 每次出了之后 股市的暴涨 结果到现在 已经打这个2700点保卫战了 好 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机械的对比 2024年的印花税数额 跟2023年等等的对比 但是我们你看 我们现在对比的是 1到7月跟1到7月对比啊 所以这个对比刚好 2023年1到7月 恰好是全额征收 这个股市印花税的时候啊 所以说我们来看 历年的印花税啊 我们来看历年7月份的 印花税税额 是个很有意思的数据 今年7月份的印花税 只有67亿 什么概念 好 67我们把它乘二 因为减半征收嘛 因此全额征收呢 就是134亿 对吧 所以今年股市的印花税呢 是134亿 前三年是多少啊 227亿 248亿 172亿 2023年是172亿 而且就是因为2023年股市太惨淡 成交额太低 才在八月份祭出这个印花税减半的 但是我们现在比当年的172亿 我们就算现在翻倍啊 134亿 还在大幅下降 更不用说跟前两年的227亿啊 和248亿来比了 也就是说我们跟高峰的2022年比啊 248亿比今年的134亿 证券印花税啊 基本减半 说明什么呢 请注意啊 这个减半不是因为 那个印花税征收减半 按征收来看的基本就是四分之一 说明啊 现在一到七月股市的交易额 基本就只有之前交易额的一半 这是个多么惨淡的数字啊 说明股市是一个多么没有活力的市场 所以就从这个数字上来看 我们对股市的后续收入 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乐观了 所以像股市就很惨很惨啊 所以第一个我们从证券印花税上 就能看出股市有多惨 第二个就是房产税啊 在悄悄实际扩容之中 因为房产税之前是在上海和重庆 试点征收对吧 就是这两个城市 从2021年10月16日开始呢 发表了一个咱们总书记的文章 要推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里面呢 就要稳妥推进房产税的立法改革 同年10月23日 13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就决定啊 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 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 试点期限五年 所以2021年到2021年 是全国各个地区 开展房地产税试点工作的年份 好我们来看啊 从2021年开始 全国一到七月 房产税的征收 其实是在悄悄慢慢增长的 增长额度还不低 从2021年的1900亿 就从2021年的2024年 是1900亿 2200亿 2300亿 2800亿 其中跳涨规模就是今年 你看2022年和2023年差不多对吧 2200亿 2300亿 到今年呢 涨到2800亿 说明今年的征收范围 房地产税的征收范围在扩大 但这个由于这个公开数据比较少啊 当然也是因为我没有太好好去花时间 搜这一点在准备别的 所以我不知道听这个节目的人啊 你们有没有谁生活在什么地区 实际上在收你的房产税的 所以如果有的话呢 你也可以来提供一下你的 你的这个经验 那我现在来收一下 好没事 这个我们之后在 之后我们再做文章来说 专门做节目来讲房产税吧 如果有人 有谁你们已经开始收房产 征收房产税了 你们可以来提啊 因为最近专家有个意见嘛 就是这个小产权房 要收房产税啊 这来的情况 就我们之后再说 所以其他一些洞察呢 我就发现这个股市成交额惨淡 从证券樱花税的这个骤降可以看出来 第二个呢 就是其实悄悄的在开始收这个房产税 好 现在财政缺口这么大 我们又说呢 财政是中国这个政治真正的生命线啊 怎么办呢 就上半年想的方式呢 就是消费税向地方转移 第二个呢 就是地方把几个费用合到一起 就是城市建设费 教育附加费和城市建设附加费 三费合一变成城市建设税 城市建设税下发给地方 可以让地方自己去订征收点 来进行恒征爆脸 但这两个呢 说实话钱都不是很多啊 就上半年的消费税呢 一共就一万亿的规模 如果能分给地方呢 就是分五千亿的规模 这个五千亿规模 远小于费税收入的规模 所以总的来说呢 这个很可能不是一个 真正可以用消费税 和这个城市建设附加税的方式来解决的 第二呢 就是中国啊 通过向社会让利 减少向社会让利 来补足 已经终结了 就是我们之前 其实有期节目讲过啊 所谓从李克强税策到习近平税策 李克强的税策呢 是有大规模的这个增值税的减税政策的 增值税减税政策呢 在2022年非常多 2022年我给大家说个数据啊 2022年1到7月 增值税是两万三千亿 2023年的增值税是四万三千亿 直接多了两万亿 这两万亿怎么多出来的 是2023年经济比2022年翻翻吗 不是呀 就说明啊 2022年有两万亿的减税降费 在2023年彻底取消了 所以2023年增值税暴涨两万亿 请注意啊 在2023年增值税暴涨两万亿的情况之下 2023年财政缺口是最大的 转移支付增长到十万亿 说明什么呢 说明2023年卖地收入真的是少了很多 就这两年卖地收入的打击很大 那么2024年呢 我们的这个增值税的减费降税政策 依然是取消的 但是增值税下降 从2023年的4.3万亿减到了4.1万亿 降低了2000亿之多的规模啊 所以用过去我们还有一个填补财政收入的方式啊 就是我们过去给社会让利很多 我们把这个让利取消了可以多一笔收入 但抱歉 这个方法2023年用过了 而且已经用完了 那这个方法就没有了 那地方债呢 其实现在也非常严重啊 等等的情况之下 只能靠什么呢 只能靠发债了 但是呢 发债收入啊 现在还是不够快 根据公开数据呢 今年前八个月 地方债发行是5.4万亿 同比还下降了14% 但是呢 八月份发行在超级提速 你看啊 前八个月 中国地方债发行5.4万亿 八月份一个月发多少 发了1.2万亿 就八月份 就发了接近百分之 今年全金的20%的数额 所以可见提速是非常非常非常快的 比七月份单月增加了接近5000亿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可以想象 九月十月 地方债发行速度应该会增加快很多 那么前面发了这么多债里面呢 大概有40%是用于这个借薪还救的 好 借薪还救的债券部分呢 同比下降12% 因为你看整体发债同比下降14% 对吧 借薪还救降12% 新增债券降16% 说明什么呢 说明发债进行地方投资的数额 比发债用来还债的数额下降要快 说明地方是真没有什么新的项目可以修 也不敢修新的项目了 好 各个省市啊 都有超发债务的倾向 尤其是八月份 八月份超发债务输哪几个省最多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省啊 其中四川超发债务41% 湖南超发债务87% 山东也不遑多任啊 超发债务62% 所以这个超发债务应该成为下半年 从八月份之后的常态 应该每个月份都会有大量新的债务 所以今年啊 债务总额比去年大幅增长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很可能在九月底或十月份啊 还会官方来提今年赤字率调高 调到4% 而且啊 现在美联储不是降息了吗 马上就要降息应该还有一两周就要降息了 美联储降息也会给中国提供更多发债的空间 因为美联储降息 我们这边发债脱罗类人民币汇率的速度就要下降了 所以现在发债基本上就是解决一个问题 唯一的方法 不仅发债 而且财政监管还要在还还在放松 就今年六到八月啊 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有很大的规模 而且是增长的规模 分别有16% 62% 23% 分别有这些规模 在发行时是没有披露一案两书的 什么叫一案两书呢 一案两书就是专项债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财务评估报告书和项目法律意见书 披露一案两书说明什么 如果披露一案两书啊 说明这笔债务要穿透性监管 穿透性监管就是说 这笔债务有很大一部分是需要专款专用的 就如果有这个规模 有这个比例的债务不披露一案两书 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这些专项债的使用限制是放松的 你看过去中国不让地方政府债务发债 要让专项债 就是避免你搞专项债去做拆借 你说你要修高速 你带了笔专项债 但是专项债根本就是拿来借薪还救 拿来给你的财政发工资 过去我们搞专项债 就是说堵住地方把这个债务东挪西挪的窟窿 但是呢 不好意思啊 专项债监管又烂尾了 这是我国又一个烂尾事项 专项债中间的 不披露一案两书的数量越来越多 就说明啊 这些钱就是拿给地方政府东挪西挪东补西补的 所以说接下来几个月呢 超发债务 并且这些债务呢 东挪西挪比例会增加 当然啊 东挪西挪意味着什么呢 只要可以东挪西挪 过去我们为什么严格监管这些债务 因为只要可以东挪西挪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 超大的一个寻租空间和贪腐的空间 所以一个资金利用效率呢 可能还会降低 好 除了超发债务之快呢 还可以这个砸过卖铁 可以下调公务员收入 可以不发奖金 可以欠发工资 当然啊 也可以侵吞公民的财产 以税费的方式横针暴脸 以起诉的方式侵吞民营企业财产 这个呢 也是长期在发展的事情了 之后呢 可能会越演越烈 而且在缺乏监督 缺乏独立司法的情况之下 肯定还会越来越发生 但是越这样做呢 就是越扼杀企业所的税 越扼杀基本的民营企业经济增长 越扼杀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 所以财政危机不只是财政危机啊 财政危机呢 也会蔓延为其他的危机 会蔓延为地方投资经济下降的危机 会蔓延为靠税费方式 靠非税收入方式 去挤占公民生活空间 挤占经济生长的危机 因为没有任何地方的民营经济 可以在这种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下 好好发展的 大家都会纷纷选择关停 选择离开 这是唯一的结局 所以说财政危机 不只是中国整个政治安全生命线的危机 也是在财政危机之下 可能会导致扼杀未来的经济增长空间 好 就是大概我们从昨天的一个新闻啊 就是各地财政次质比较高 这么一个新闻展开来看看 财政做数据 以及财政到底是怎么样了 以及财政对后续的影响 我今天要讲的大概就是这样啊 大家看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 我哪里说错了 你们可以刊物 或者呢 你们有你们的意见和问题要问 你们可以举手连麦 或者在右下角的对话气泡提供你的意见 可能大家现在都等着这个20分钟之后的 Trump和Harris的辩论呢 大家要去看啊 就如果有机会的可以看一看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件 我都在想要不要开个直播 直接看是有可能的 我一会看要不要我们开个直播 在YouTube上开个直播 讲这个事算了 行吧 反正今天这个财政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说的也算够清楚的 大家没有什么问题也很正常 那之后我们聊到财政和经济话题 我们再继续看啊 好 那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大家感谢相信 也感谢分享的相信 祝大家一天生活愉快 拜拜 好我们本期透明茶室直播到这里结束 透明茶室是世界苦茶 每日新闻的衍生节目 和世界苦茶YouTube视频节目 形成高地的搭配 世界苦茶是新闻信息 透明茶室是新闻的进阶分析 YouTube审时主茶节目 是历史和政治学的分析 欢迎同时接受这三个服务 世界苦茶可以订阅newsletter 或者在推特和discord查看 透明茶室在podcast和youtube 分别有音频和视频版本的回放 审时主茶在youtube搜索 世界苦茶可以看到 所有这些在show note都可以找到链接 我提供的所有服务都采取全免费模式 也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在patreon 赞助链接也在show note可以看到 感谢你的收听和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透明茶室再见 大家的感觉相信 也感觉分享你的相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